金普聰他在上任之后呢 第一场选战让他尝到操盘败水的滋味 外界的救责声浪是不断的传来 唯独我们看到呢 民进党呢是这个 寒冬送暖党主席 蔡英文跟苏贞昌认为说 刚刚才接任秘书长 那么金普聰如果要他负责的话 实在是有一点逼人太过 真的要我出来负责的话 您会做什么样的打算 我会坦然面对 听到您的一些回应 觉得好像 这好像事不关己 没有什么特别的痛 媒体尖锐提问 金普聰真的不痛吗 但成败论英雄只能概括承受 替马主席主席马其诺防线 而第一时间替他解围的 居然是这两个人 金普聰接任国民党秘书长时间很短 这么冲促的时间 说这一场选举要叫他负责 有点逼人太过 对一个钢阶秘书长来讲 是不是真的是有一些困难 金普聰不必为败选负责 民进党是真心雪中送炭 还是相装武剑 目标其实是马英九 金小刀当然不会好傻好天真 隔天主动发新闻稿 重申不会逃避责任 特别提了这么一句 不需要民进党替他说话 冷回应苏菜好意 打印两次市长党主席和总统大选 投一次长道败选滋味 民进党的安慰 金普聰快速反击回绝 不让绿营见缝插针 赚行向分 就算输了 还是保有金小刀 架杠我们要瞎的斗鸡性格 中日新闻正式闻送报道